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和大家聊一下 胡锡进的预言 胡锡进胡公公的预言 他居然成诊了 我真的是不想承认啊 但是没有办法 诊的就成诊了 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想说啊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真的特别的想笑啊 这个片头我录了能有不下十遍 就因为每一回都笑场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 实在是太搞笑了 太有趣了啊 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我先把背景交代一下 就前不久不H&M事件 抵制中国棉花 就H&M抵制新疆棉花 这胡锡进就开始发文 这个抨击他了 说什么呢 说你这吃着中国人的饭 砸着中国人的骨 中国不需要你这种跨国殖民企业 说H&M耐克 你赶紧有多远走多远滚多远 就赶紧走吧 就别在中国做买卖了 咱们中国人呢不吃你这一套 并且胡锡进还说 说未来中国能够有像H&M啊 ZARA 耐克 阿里达斯 无业良品的什么优衣库 这种企业海了去了 所以以后的中国呀 那这些什么就制造业 纺织业高度发达 老厉害了 这种品牌都能够 充足亚洲走向世界 胡锡进又发现这种宏愿了 胡锡进每回说话 都是那些假大孔 就类似于像文革时候 母产十万斤 就这些放卫星的话 但没想到这回这个卫星 它真放出去了 它真上天了 就跟马斯克那SpaceX似的 真的成功了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 哭笑不得的一个事情 那咱们现在就直奔主题 到底是什么呢 就胡锡进到底这个 预言呢 怎么就成真的 怎么就成真的 就是由于北京 有一家无业良品 而它跟这个 日本的原产的无业良品 就是整的无业良品 打过还是 它居然打赢了在中国 并且还让日本的 这个原装的无业良品 赔偿它六十多万块钱 法院也判完了 斗死我了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其实我也理解 它这个就涉及一个商标 抢住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就想 这个事情真的 中国现在也有这种 跨国知名企业的 有一个北京的无业良品 实在是太搞笑了 那这个事情 还得追溯到什么时候 就2001年 就北京有一家 棉纺公司 成立了一个 北京的无业良品 注册了这么一个商标 主要生产什么呢 马桶套 这个备罩啊 还有什么床单啊 手巾 就这些玩意儿啊 就这些纺织品 它就生产这几个品类 它就注册了这几个商标 但是呢 2005年 这日本的 这个整的无业良品 才进入到中国 那你说这个商标 它就没注册上了 被人家这个北京的 无业良品 它给抢住上了 所以说 这个管子就开始就打了 人家日本呢 就说了 说我才叫无业良品 我这是1980年就成立了 你看你这个才 2001年你才成立的 那我这是原厂的 你不应该用我这个商标啊 那人这个北京说的 那你不革日本吗 你革日本 你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那你这个无业良品 不行 那你2005年才来中国 你不好使 我中国的无业良品 那才是真的无业良品 我北京的无业良品 才是正牌啊 你侵权了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对北京的那个无业良品呢 我也产生了一个好奇啊 我就在想 哎我去看一看 我说你这公司要生产的产品 要质量特别好的话 我说咱们中国也有一家跨国企业的 咱便管怎么得来的 咱是起码用商标强助的方式 咱不也得来的吗 咱也有一家跨国企业了 管咱的在中国 他也能唬一阵子 万一有的人就是 不明就里的 进咱们这个中国的无业良品店 买点产品啥的 不也拉动一下这个 国产产品吗 或者是拉动一下国内的GDP吗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啊 完了我就去这个 中国的无业良品的官方的 这个淘宝旗舰店 我就看了一下 那个产品呢 就是尤其床哪儿被照 那个花纹跟这个日本的 整的无业良品做的 真是一模一样啊 我就想这一个设计是设计的吗 这灵感怎么都迸发的 这么偶然呢 就偶然的这个想事 我就在想呢 难道是中国的无业良品 也请了日本的无业良品的设计师吗 他能给得起那个设计费吗 那中国的产品确实走到 走入了全世界啊 我这么一想 后来我一看啊 我看下底下的买完这个床单被照的 这个就是消费者评论 都说非常像什么MUGI 叫MUJI吧 我就按评语说一下 叫MUJI的什么品质 说什么小清新的品质非常好 就这种比较古朴 典雅 这种小清新的一个风格 我想跟这个小伙伴说啊 你错了 你认错品牌了 叫MUJI的这个 就我刚才说这个MUJI这个字母的 它这个日本原厂呢 是整的这个无业良品 你看的这个啊 是中国北京的无业良品 它是两个 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被骗了 所以说呢 这个我就在想啊 你说日本这个整的无业良品 给北京的这个无业良品啊 还免费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宣传 中国的消费者 现在都认为这个无业良品 就是日本的无业良品才买的 要不然他都肯定不买啊 所以就阉耻啊 我觉得你说现在 真的在北京无业良品 确实挺狠啊 你还享受着日本无业良品的 一个影响力 还挣着钱 并且还打官司 还赢了 还让人家赔偿 所以说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 真的站起来了啊 真的站起来了 通过商标抢住的形式 一下就成为了跨国企业 而且还是跨国知名企业 你在什么美国呀 哪儿 什么日本呢 或者是说韩国 哪儿哪儿哪儿的 都都有 包括台湾地区啊 都有这无业良品店嘛 什么地方都有 但是啊 他们确实不知道 还真的有一个中国无业良品 并且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无业良品 生产的这些床单被让 才是无业良品的正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 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啊 我多次笑场 终于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 啊 叙述完了 我看那个新华社特别逗啊 还举了一个中国的产品 在国外找到抢住的一个例子 其实他也觉得 这个事不怎么光彩 就是你的设计啊 包括这种设计的产品 真的那个质量 造人日本的 真的无业良品 差太多太多了 而且大中国的消费者 买你买这个中国 北京的无业良品 都是冲着日本 无业良品的牌子去的 因此啊 真的 我觉得北京这家 你说你还告人家 你都应该给人家 点品牌宣传费 就你那个设计 你那个包装 你不就是跟人家学的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真的就是这个 太搞笑了啊 这个事情 我回想一下中国的制造业 包括中国造车 造手机 反正造的这些东西 全是跟人家国外学 国外有什么好的 全模仿进来 我记得有一阵还说 说中国有一个 就中国国产的手机 像什么 Vivo Apple 还有E家 说在这些 就是发展中国家 什么像什么 印度啊 这些 埃及啊 什么 他也就是 卖的特别好 就在这些 特别穷的地方 卖的特别好 那我想说啊 他不是说 你这个产品 真的做的好 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苹果的产品 他卖的 他比你的贵 他当地的老百姓 他消费不起 淹持你这个东西 才卖的特别好 我就不信了 如果苹果的产品 在什么印度 卖的跟中国的产品 就什么小米 什么OPPO 一个价 有谁会去买 中国的手机 就像华为什么的 就华为和这个苹果 摆一起 同样的价位 有谁会去买华为 我真的觉得 他做那个折叠 什么的 确实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心意 都是跟人家学的 自己在加工加工 自己加工完事 也似不像 就跟那个日本的 不是日本 就跟在中国的 卖那个车 造人家国外学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对中国 目前那种 手机制造业 的一个看法 以前有一个 叫老罗的 就是罗永浩 做的那个手机 我认为 罗永浩做的手机 除了质量 有问题之外 别的还真的都挺好 包括设计 各个方面 它起码还有一个 原创的元素 在里头 确实比华为 做的好 华为就是受国内的 这些战狼 粉红的一个吹捧 因为国内的手机 制造也真的没有什么 就这个华为 可能做的相对来讲 还像点样 还有点什么 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 高端级吧 因此啊 就是推出了 这么一个国产的 一个品牌 显示出来自己的 一种爱国情绪 但是它跟那个苹果的产品 一比较 还是我认为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一个美感 或者是说 它这个做工各个方面 我认为 照苹果的一个 手机制造业 还是差一大截 那这个就是我对 今天这个事的 一个看法 中国的这个企业 还有中国的制造业 要想拥有 自己的一个品牌 你老靠去抢住商标啊 或者是说 抄袭他人的一个作品 那肯定不能够久远啊 并且也不能够 被国际所公认 那都是抄袭的 有什么意义啊 你得把人家 抄过来的东西啊 进行升华 比如说人家是1.0的版本 你整成2.0的版本 在它的基础上有创新 而不是一味的去模仿他人 你包括手机啊 汽车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啊 现在又多了一个方式 是说抢住商标 那这个确实特别快啊 你看在这种方面 中国确实出现了国际品牌 我感觉也特别的搞笑 新华社还做了一个类比啊 说你看中国啊 也被抢住商标过 就是过去不有一个 叫王志和的吗 做俘虏和臭豆腐的 说在德国被人家抢住了 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就好像是在说 中国也损失过 我想说啊 这个王志和 他跟这无业良品 他真的是疯马牛不相及啊 再有一个这个 我觉得他两个这个档次啊 他也不一样啊 一个是食品 就是一个属于说是像咸菜吧 这种中国传统食品 另一个呢 是一个跨国企业 涵盖了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么一个公司啊 所以他应该是不同体调的 你要是假如说一个 你要说咱们当年那个同仁堂被日本抢住 这个进行类比还挺好的 当然了这个同仁堂最后呢 就是这个商标啊 要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中国的 中国的一个胜利吧 比较不错啊 所以说在这个商标抢住方面 真的不要靠这种方式去提高自己企业的一个知名度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 那中国它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从小的一个教育 党文化的一个教育 脑袋都已经被洗坏了 全是政治思想 我昨天看了一个那个 就是描写朝鲜旅行的一个纪录片 是台湾苹果日报做的 做的特别好啊 就是去了以后采访朝鲜的那些老师啊 还有那个孩子什么的 其实也不叫采访了 他问完之后 那些问了一些敏感问题之后都被删除了 删除之后 这苹果日报是不会是狗仔的先驱啊 也不能说狗仔的先驱 那就是狗仔 就能够恢复 你看人家这个操作手法 要说连黎智英的公司就是好 手法的 什么手法都有 完了把这个东西恢复了 恢复之后我一看了 这个朝鲜那个孩子是真苦啊 那个老师弹琴的 那个孩子就唱歌 那个表情是老丰富的 就是一个字假 他没有超乎同龄人的一个表情 特别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外国人一去那孩子就 就说我们平时练习学习 外国人一走就跟他休息了 其实不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出队吗 那你说还说你是什么学生 平时就在这学习 你糊弄鬼呢 所以这个就是朝鲜 那朝鲜真是特别搞笑啊 而且那个视频里头也拍了一些朝鲜的一些消费品 确实出自烂造 党是特别的敌 那那个朝鲜的那个玩具制造业 就类似于像北京的这个物业良品和日本的物业良品的一个对比啊 就是一个出自乱造 而且特别模仿人家的一个东西 所以真的不要这样 我感觉看完这个事情啊 就觉得中国的这个制造业还有望呢 就靠这种方式方法去解决问题 那绝对它不是长久之际 那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也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 所以这个商标抢助啊 虽然国外也有 国内也有 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品牌 更多的是应该发展自己的一个民族品牌 就是发展你自己固有的一个品牌 而不是说以这种方式去达到 拥有物业良品这个品牌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